2015年3月23日下午2点,美国加州瓦裂货市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一名男子惊慌失措地说,他的女朋友被绑架了。 几分钟后,警方赶到男子住所,发现这名男子看上去有点神志不清,像是磕了药。 警方还在客厅的桌子上,看到十几个空的啤酒瓶。 在警察问了几个问题后,男子开始向警察讲述女友失踪的经过。 他说,有一群穿着潜水衣,手持激光灯的男人对他和女友进行了绑架和勒索。 但警方对他的故事表示出强烈的怀疑,并猜测他就是凶手。 然而,在警方的深入调查后,一个匪夷所思的真相浮出水面,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2015年3月22日上午,29岁的丹尼斯·哈斯金斯收到一条短信。 这是他正在分手的男友亚伦·奎因发来的。 亚伦说想跟丹尼斯进行一次推薪致富,彻底坦诚的交谈,邀请他到自己的公寓。 丹尼斯和亚伦是在2014年6月相识的。 他作为物理治疗实习医生来到凯撒医院,开始为期9个月的实习生涯。 而30岁的亚伦是凯撒医院一名小有成就的物理治疗师。 他们白天在同一个科室工作,下班后在同事聚会中也有聊不完的话题。 亚伦身材高大,魁梧有力,总是带着自信的微笑,仿佛对生活充满热爱。 而在烹饪方面,他展现了另一面的才华。 每当他站在厨房里,那种投入的表情和熟练的动作,让人仿佛能嗅到食物散发出的诱人香气。 丹尼斯拥有一头金发,他的闭眼如同清澈的湖水,深邃而纯净。 热爱户外活动的他,脸上总是洋溢着干劲十足的笑容。 他的活力和干劲仿佛点燃了周围的空气,让人不由地被他的热情所感染。 2014年8月底,感受到化学反应的两人开始正式交往。 在丹尼斯接下来长达7个月的实习期间,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其实,在他们相遇之前,亚伦正经历一场痛苦的恋情。 他的未婚妻詹妮弗琼·琼斯有了外遇。 亚伦发现后十分伤心,和他分了手。 后来就遇到了现在的女友丹尼斯。 2015年2月底,丹尼斯发现亚伦从来没有断过和詹妮弗的联系,甚至还和詹妮弗讨论复合的可能性。 丹尼斯崩溃了,决定和亚伦分手,打算在实习期满后彻底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这时,亚伦又回头祈求丹尼斯的原谅,告诉他,自己真正爱的人是他。 自己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就是想要彻底结束和詹妮弗的关系。 他现在清晰地知道,自己寻求和詹妮弗的复合并不是因为爱,而是作为被背叛一方的不甘心。 亚伦恳请丹尼斯来他位于海边的家中,进行一次推心致富,彻底坦诚的交谈,决定两人的未来。 2015年3月22日,下午5点半,丹尼斯带着旅行包,来到亚伦位于瓦利或是马雷岛的小洋楼。 他从他们最爱的餐厅带来了披萨,计划在吃过晚饭后进行长谈。 他走到前门,按下了门铃。 第二天下午,亚伦拨通了瓦利或是警局的报警电话,就是影片开始的那一幕。 当警方来到艾伦家里,他开门时,警察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吸毒了吗? 他说,绑匪给我下了药。 当警方走到客厅看到满桌的酒瓶时,问艾伦是否刚参加了派对。 艾伦说把他们放在那里是为了拿出来回收。 他说半夜听到一个声音说,快醒来,这是抢劫。 当他睁开眼睛,看到房间的墙壁上闪烁着刺眼的白光,两三个红点在墙上来回跳动。 房间里持枪的人好像不止一个,他们都穿着潜水服。 听完艾伦的叙述后,警察询问艾伦是否可以去警局做笔录。 艾伦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出发前,艾伦同意警方搜索自己的房子,一名警察便留下取证。 来到警局后,艾伦继续对前一晚的案发细节进行回忆。 他说,大约凌晨三点左右,几个穿着潜水服的男人闯入了他的家, 然后把自己和丹尼斯绑了起来,他们被迫戴上了用胶带遮住的涌镜, 还戴上了耳机。 随后,入侵者要求艾伦提供房子的WiFi密码、计算机密码、银行和信用卡账户、 电子邮件账户及所有密码,艾伦也都给了他。 这时,耳机里传来另一个男人彬彬有礼的声音。 这个声音告诉他,他们将要服用一种镇定剂, 如果不配合,他们会采取暴力手段给他们注射。 于是,两人乖乖地喝下了药物,并被安排到不同的房间。 入侵者告诉艾伦,在他付完一万七千美元的赎金后, 他们将让丹尼斯回来。 除了一间浴室,已经在他家所有地方装好了网络摄像头, 还在地板上用胶带标记了边界。 如果艾伦走出边界,摄像头会给他们发送信息, 他们就会把丹尼斯杀掉。 男人继续说,我会把电话和剪刀留在柜台上, 第二天早上,你就会恢复自由。 你的车将被留在岛上的某个地方, 之后你将获得定位,搜索它的位置。 你还需要为自己和丹尼斯向医院请假一周。 我们将会使用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跟你联系, 告诉你如何交付赎金。 如果你报警,丹尼斯也就没命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药物开始发挥作用。 艾伦最后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 显示是凌晨五点,便昏睡了过去。 早上六点,艾伦被平时设置的起床闹钟惊醒, 他挣扎着给医院打电话请假后, 又一头栽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中午十一点半,艾伦醒了过来, 发现丹尼斯已经不在家了。 因为担心绑匪安装的摄像头在监视他, 他不敢报警,而是给在FBI工作的哥哥打电话, 但是哥哥给他的建议是立刻拨打911。 于是,在丹尼斯被绑走九小时后, 警察来到了艾伦家中。 听完艾伦的故事, 询问他的警察却对两人的感情状况十分关心。 艾伦说自己最近和前任纠缠不清, 所以和丹尼斯关系出现了问题, 目前正在试图和好。 可能由于药物的问题, 艾伦看起来像是喝醉了或是刚嗑了药, 警察对他的故事表现出强烈的怀疑。 毕竟,艾伦的汽车失踪, 以及他在女友被绑架后过了九小时才报警, 这些都非常符合家暴谋杀案中的情形。 为了自证清白, 艾伦同意警察检查自己的手机、电脑等所有电子设备。 警方果真在艾伦的手机中发现了他和丹尼斯吵架的大量信息。 此时,搜索艾伦家的警队传来消息, 他们在他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小块血迹。 艾伦告诉警察, 这是自己打篮球受伤留下的, 洗了很多次都没洗掉, 但警方并不相信他。 于是, 警方得出初步结论, 并告诉了艾伦的父母和哥哥。 虽然还没有正式逮捕艾伦, 但他已经是丹尼斯失踪的重大嫌疑犯。 警方怀疑, 因为艾伦的出轨问题, 两人在当晚爆发了严重的争吵, 之后情况失控。 最坏的可能性就是艾伦已经将丹尼斯杀害, 然后伪装成有人绑架他的样子。 警方还通知了丹尼斯的父母, 告诉他们, 丹尼斯目前下落不明, 生死未捕。 身处南加州的丹尼斯的父母挂上电话后立即赶往机场, 前往瓦列获释。 警方开始在马雷岛上进行大面积搜索行动, 他们派出搜救犬, 潜水队以及数百名志愿者到处寻找丹尼斯。 因为涉及到绑架案, FBI也参与进来, 他们给艾伦测谎, 结果显示他确实撒谎了。 此时筋疲力尽的艾伦 因为担心丹尼斯, 又因为警察不相信他, 而更加焦虑, 开始怀疑自己真的患有精神分裂症。 当晚, 警方在马雷岛的一个停车场, 发现了艾伦自称被绑匪开走的凯美瑞。 在哥哥的帮助下, 背负着嫌疑的艾伦暂时离开了警局。 然而, 仅仅一个晚上之后, 事情有了转机。 2015年3月24日, 就金山记事报收到一封匿名邮件, 写信的人称自己绑架了一个名叫丹尼斯·哈斯金斯的女人, 但她说, 会在3月25日释放丹尼斯。 随着匿名信过来的还有一段录音附件。 她特意提到今天的新闻, 为了证明这段录音是最新录制的。 为了证明自己就是丹尼斯本人, 她还在录音里说了一些关于她的小细节。 警方从报社获知消息后大吃一惊, 他们让艾伦以及丹尼斯的父母听了录音。 三人都确认里面的声音就是丹尼斯本人的。 警方开始查看艾伦被扣押的手机, 发现里面的确有三通来自绑匪的留言。 于是, 瓦列获市警局认为,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也许丹尼斯真的被人绑架了。 警局出动全市的救援人员, 在荒郊野外寻找她的身影, 但并没有找到丹尼斯, 也没有遗体被发现。 与此同时, 警方也没有完全打消对艾伦的怀疑, 继续对她进行谈问。 3月25日早上, 丹尼斯独自一人出现在距离瓦列或是600多公里的南加州亨廷顿海滩室。 她提着自己的行李, 站在父母家门口, 却发现父母家中空无一人, 便向邻居借手机打给父亲。 父亲没有接听, 丹尼斯只好留言给她。 等到丹尼斯的父亲听到留言后, 他立即给亨廷顿海滩室的警局打了报警电话。 上午10点半, 几名警察在丹尼斯父母家附近找到了她。 她的状态不太好, 脸色苍白, 神情迷茫, 又使用过麻醉药的迹象。 于是, 丹尼斯被护送到警局, 开始向警察讲述自己这几天的经历。 丹尼斯对3月22日半夜的讲述与艾伦基本一致, 但是对被绑走之后的情况, 就说得模糊不清。 她说绑匪一直让她带着贴有胶带的泳镜, 并定期让她服用镇静类药物, 所以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身边的环境和情况。 本来以为绑匪要开车把她带到偏远的地方杀了她, 没想到只是把她推下了车。 她听见车开走的声音, 又等了一会儿才扯掉眼睛上的胶带。 她认出自己被丢到了父母家附近, 绑匪把她的旅行包也留了下来。 警察问她有没有被性侵, 丹尼斯坚决地说没有。 之后, 丹尼斯的姑妈和表弟尼克赶到了警局, 尼克是一位新进律师。 接着, 尼克和姑妈护送丹尼斯回到他们家中休息, 门外已经被蜂拥而来的记者包围。 这时, 丹尼斯从尼克和身在瓦裂霍氏的家人那里获知。 警方怀疑整个故事都是假的, 绑匪的短信、 邮件和电话也是伪造的。 丹尼斯的失踪只不过是小两口在闹脾气。 瓦裂霍氏警局负责此案的警探, 建议丹尼斯的父母观看电影《消失的爱人》。 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个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后, 通过伪造谋杀现场, 嫁祸丈夫的故事。 他暗示丹尼斯复制了这部电影的情节。 这位警探还告诉他们, 警方将会优先护免丹尼斯和艾伦两人中第一个承认整件事是谎言的人。 丹尼斯和家人立即聘请了一位旧金山的专业刑事律师唐·拉帕波特。 因为绑架案最初发生在瓦裂霍氏, 所以丹尼斯必须返回瓦裂霍氏配合当地警方调查。 FBI表示可以安排专机把丹尼斯接回瓦裂霍氏, 但是他的律师却坚持不接受这个安排。 因为他担心飞行途中, 会有警察让丹尼斯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词。 3月25日晚上9点半, 丹尼斯乘坐飞机抵达了旧金山。 此时,瓦裂霍氏警方正在就丹尼斯绑架案召开新闻发布会, 所有当地电视台都在直播。 瓦裂霍氏警局的发言人对着好奇的记者们宣布, 这不是绑架,而是精心策划的闹剧。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陌生人作案的绑架案件。 艾伦先生和丹尼斯女士占用了我们社区的宝贵资源, 使警方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真正需要关注的受害者身上, 同时还在我们的社区中散布了恐怖情绪。 所以,如果说有任何需要采取的行动, 那么是他俩欠我们社区一个道歉。 有家不能回答艾伦正在一家酒店里观看新闻发布会, 他十分的愤怒。 而丹尼斯此时正在旧金山和律师商讨对策, 并坦白自己遭受了绑匪的两次性侵。 律师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方, 要求警方采取性侵体检。 可是,警方却坚持先要询问丹尼斯, 才确定让不让他做这项体检。 3月26日早上10点, 丹尼斯在律师的陪伴下走进瓦列获市警局。 他被询问了6个小时, 说出了自己被绑架后经历的一切, 包括他之前因为绑匪的威胁而否认的性侵经历。 他说,绑匪将他放进艾伦的凯美瑞后备箱后, 中途换了一辆车, 但依旧让他蜷缩在后备箱里。 丹尼斯通过这辆车独特的排气声和后备箱大小判断, 这是一辆跑车。 因为镇静计的缘故, 在后备箱中的大多数时刻, 丹尼斯都在昏睡之中, 并一直带着涌镜。 之后,丹尼斯被绑匪拖到室内, 剪掉脚上的尼龙锁扣, 将他带到浴室, 让他洗澡。 他对丹尼斯说, 他保证给他留有隐私权, 不会偷窥他, 还会提供干净的衣物, 但是命令他在这栋房子里 必须一直带着贴有胶带的永静。 绑匪告诉丹尼斯, 他们是一个有军事背景的犯罪组织, 他们要扣押他48小时, 直到艾伦交完赎金。 大半天过去了, 丹尼斯和绑匪相安无事。 然而, 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通知丹尼斯, 他们组织中的艺人需要和他发生关系。 之后, 这个男人躺在丹尼斯身边, 鼓励他聊天, 就像刚认识的情侣一样。 男人告诉他, 自己曾是军人, 服役期间驻扎中东, 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失眠症。 丹尼斯建议他进行心理治疗, 还告诉他, 自己在12岁那年被性侵的经历 以及如何通过心理治疗得到痊愈的故事。 然而, 男人并没有放过丹尼斯, 还把性侵过程拍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绑匪让他录下了那段发给就金山记事报的录音, 然后, 再一次性侵了他。 当天下午, 绑匪告诉丹尼斯, 艾伦已经报警, 但他们依旧准备在48小时后放他走。 因为现在他接触不到艾伦, 丹尼斯必须给他一个可以送达的地址。 最终, 他同意将丹尼斯送到他在南加州父母的家中。 一路上, 绑匪反复要求丹尼斯必须对他这几天的精力保密, 如果他说了出去, 组织会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以及他的家人。 不久之后, 车停了下来, 丹尼斯听见他打开后备箱又关上的声音。 然后, 他打开乘客门, 帮助丹尼斯下了车。 透过交代的缝隙, 丹尼斯猜测这是一辆白色的野马跑车。 丹尼斯的问话结束后, 瓦裂霍士警方同意带他去医院进行体检, 寻找性侵可能留下的证据。 因为警方新闻发布会的影响力, 从3月25日晚间起, 舆论开始发酵。 丹尼斯的名字和照片已经遍布全网, 人们在各个社交网站上攻击他, 给他贴上消失的爱人的标签。 他不再是受害者, 而是一个浪费紧密资源, 撒谎害人的恶毒女人。 3月26日中午2点多, 就金山纪事报又收到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 邮件中附带的信件长达19页。 写信的人称自己是绑架丹尼斯的团伙之一, 他们是一个职业犯罪组织。 除了一个队员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大家各有专长, 具有高科技背景, 非常擅长对付各种电子防盗措施和改装车。 他说, 这次夜席和绑架行动本来只是他们的一次尝试, 为将来面对获利更高的目标积累经验, 所以他们选择了自己相对熟悉和容易控制的环境。 虽然这次行动中, 他们有所失误, 但丹尼斯确实被绑架了。 他们要勇敢地吐露真相, 不愿像丹尼斯这样的人活在被指责的世界里。 解释完后, 写信人继续写道, 我们虽然是犯罪分子, 但我们也有良知。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绑架行为给受害者带来这样深重的影响和伤害, 也让我们感到很震惊, 从而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选择。 接着, 他义正言辞地要求瓦裂获士警方在24小时内对丹尼斯和艾伦道歉。 最后, 绑匪发来三张照片, 包括作案工具的照片, 囚禁丹尼斯房间的照片以及工作室的照片。 但警方并没有认真对待报社收到的邮件。 相反, 他们认为这封邮件是丹尼斯自己伪造的, 是他的律师帮着他起草的内容, 好让他脱罪。 因为没有得到回应, 绑匪分别在3月30号和31号给警局发言人发了两封电子邮件, 催促他对丹尼斯公开道歉。 之后, 绑匪没有再发来新的信息。 3月26日晚间, 丹尼斯在长达6小时的盘问后, 终于完成了极其详尽的笔录。 过程中, 他感受到了警方深深的敌意。 询问他的联邦探员故意问他被性侵过程中完全没必要提及的细节。 但他终于熬了过来, 提交完证词就可以和艾伦见面了。 3月28日, 在绑架案发生一周后, 丹尼斯和艾伦终于团聚了。 两人相拥痛哭后, 决定携手面对所有的责难和非议, 以及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的刑事诉讼。 艾伦决定卖掉自己的房子, 用来支付自己和丹尼斯之后的律师费用。 瓦裂货警局以及联邦探员继续威胁他们, 要控告两人浪费警力资源以及虚假陈述。 艾伦和丹尼斯尝试从警方那里获取性侵检查结果, 艾伦家中物品检查结果等一系列 能够证明绑匪存在的证据报告, 但没有人理会他们。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艾伦和丹尼斯感觉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被摧毁了, 每天凌晨三点都会准时惊醒的他们,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